哈喽小伙伴们 明清今天要跟大家安利的剧 是由邱敬涛 邹西指导 刘诗诗 刘雨宁 影弦主演的古装传奇剧 《一念观山》 然后官方给出了所有参演的演员名单 太多了啊 明清就不一念了啊 明清最近也不知道是说啥好了 怎么喜欢的演员集体出来被攻击呢 先是赵物思 然后是杨子 现在是刘雨宁 本来啊对于刘雨宁的粉丝来说 我们老大居然演男主了 真的是普天同庆 因为刘雨宁一直很低调 出演的剧也不少了 他一直没有接男主的本子 而且他在直播间聊天也说过 角色比范围重要 同时他需要磨练演技 不要上来就很浮躁 人间清醒啊 所以每个剧你是看角色 看你适不适合这个角色 你喜不喜欢这个角色 看剧本好不好 看班底好不好 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 不是你要演一个男一 挣多少多少钱 我希望比如说有一天 我真的是接了男一了 然后呢 我再回头接个男四男五 我希望咱家朋友也不要对我失望 因为我有我自己的一个规划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 对这个行业的一个理解 你可能理解不了 但你相信我就好了 好不好 现在和刘诗诗一起演古装剧 确实是让人很惊喜 刘诗诗很久都没有再出演过古装剧了 步步惊心至今为止 是明清心里穿越题材操不完 没有之意 但是近年来刘诗诗古装剧拍的少了 它上一部古装剧应该是2017年的最玲珑 所以时隔五年再次出演古装剧 本来就是个很大的噱头 但是很多营销号开始出来搞事情 标题基本上都是 刘诗诗为何资源下降如此厉害 刘诗诗居然搭档一个网红出身的男主 我真的酸Q啊 咱们先来心评契合的分析剧 这部剧是原创剧本 如今这个小说IP改编的大环境下 原创剧本这是宝藏 然后还是古装传奇剧 众生群相也是让人十分期待 再看一下背后团队 导演邹熙代表作《沙海》《终极笔记》等 动作导演郭亚沙代表作《山河令》 《天雷一部之春花秋月》 《神雕侠侣张继忠》版本等等 美术指导邵昌勇代表作《狼牙宝》 《北平无战士》《大江大河》等 造型服装指导 方思哲代表作《无珠夫人》 《长歌行》《步步惊心》等 这个阵容应该不算顶配也算豪华了吧 再看看给刘诗诗作配的女演员 叶青 陈独龄 张芷熙 黄梦颖等 这也不算降级吧 这些可都是可以独挑大梁出任女主的 那降级这个说法针对的是谁呢 刘宇宁呗 网红出身还不是科班 第一部男主戏之前演的剧《人丑》 还不让说啊 刘宇宁网红出身 作为粉丝从不觉得他网红出身有任何问题 挺好的 大家朋友那些朋友是因为心疼我 他知道这两年宁哥经历了啥 但是现在我想说什么呢 宁哥现在这一块呢 就是说替我是网红这一块 我反而会觉得骄傲 因为有那些经历 他才有今天 他才会如此温暖 懂得感恩 业务能力强 唱功不敢吹嘘 但是对得起歌手这个身份 对得起OST收割机的称号 他选择涉足影视行列 其实内心也很忐忑 他努力学习表演 出演配角磨练演技 难道混到今天根本没有可能接男主的戏份吗 早就可以了 但是他拒绝了 他在自己直播间一直跟粉丝说 看剧可以 别去跟别的演员粉丝吵架 不要标榜自己老大演技多好 求求你们了 看看就行了 他说他深知自己的演技什么样 不要去吹捧他 就是帮他了 求你了 千万不要说 你宁哥演技真太棒了 我看完我都想打你 你那是黑我吧 夸我演技我就视为黑粉了 所以他开始慢慢地接触更多的角色 也开始出演很重的戏份 然后得到了现在这个角色 这算是资源飞升了 行吧 为了刘雨宁明清不去撕扯黑粉 这不是他希望的 而且刘雨宁的直播间 那是他地盘 自己给自己澄清黑料最拿手了 可就是面对这些质疑的时候 他不会还嘴 还会安慰粉丝 我心想 是不是新的一波辱骂又要来了 最近刚好那么两天 我感觉新一波的骂赞又要来了 新一波的嘲讽即将到达战场 就这种感觉 那个对不起啊 刘雨宁又要出来祸害你们的眼睛了 你们因为他连刘诗诗的古装剧都不想看了 然后他有些粉丝还不懂事 还敢出来还嘴 真的对不起 行了 那咱们就一起期待一下 这部刘诗诗主演的古装大剧 给观众带来一个精彩分成的古装传奇剧 咱们这期就安利到这了 拜拜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明清剧场 明清会把新剧开机 好剧探班 热剧上映的时事资讯带给大家 如果想第一时间收到明清的更新 记得点击订阅哦 好了 咱们下次见啦 拜拜